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与备用燃料控制模块AFCM的通信丢失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适用于大多数车辆品牌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 包括但不限于稻奇 拉姆 雪佛兰 福特 GMC和大众 此代码表示车辆上的备用燃料控制模块AFCM和其他控制模块未相互通信 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 或简称为CAN总线 没有此CAN总线 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 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 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 AFCM根据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接收到的信息来操作燃油泵 如果未收到任何信息 则不会发生燃油泵运行 在压缩天然气 CNG 液态天然气 LNG 或屏丸应用中 AFCM控制包含这些替代燃料中每种燃料的油箱的关闭电磁阀的操作 AFCM也可以称为智能寄电器模块 在这些应用中还可以负责向组合仪表提供燃油业位信息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制造商 通信系统的类型 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 症状 U0108引擎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故障指示灯没有点亮 车辆会发动 但不会行驶 如果引擎确实在运转 犹豫 缺乏权力 表现不佳 气缸失火 运行粗糙 尤为表读数不正确 原因 通常 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 在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 在CAN总线电路中断开 任一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 两个CAN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 很少有故障的控制模块 诊断和维修程序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首先 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 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总线通信相关 或与电池 点火相关 则首先进行诊断 如果您在彻底诊断和排除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108代码 就会发生误诊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 并且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108 请尝试与AFCM模块通信 如果可以从AFCM模块访问代码 则U0108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 如果无法与GPCM模块通信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08代码处于活动状态 现在问题就在那里 最常见的故障是断电或接地 检查所有为该车辆的AFCM模块加电的保险丝 检查AFCM模块的所有接地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 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 如有必要 请取下它们 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 水溶液清洗一下 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 如果进行了维修 请清除所有在内存中设置了代码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U0108代码是否返回 或者是否可以与AFCM模块通信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与AFCM模块重新建立通信 则保险丝 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代码返回 请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Can总线通信连接 最重要的是找到AFCM模块连接器 拔下负极电池电缆 然后再拔下AFCM模块上的连接器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 寻找刮擦 摩擦 裸线 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图上绝缘归由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AFCM模块之前 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D1 验证AFCM模块是否有电源和接地 可以访问接线图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AFCM模块的位置 在继续进行操作之前 请重新连接电池 而AFCM模块仍处于断开状态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AFCM模块连接器中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 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 如果不确定 电池负集始终可用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 B加 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 再一次 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 如果不是 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 接下来 检查两个通信电路 找到Can-C加或HSCAN加电路和Can-C或HSCAN电路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 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C加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 您应该会看到约2.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 接下来 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C电路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4伏 并且会稍微波动 如果您的车辆制造商未使用Can-C总线在PCM和AFCM之间进行通信 则需要确定该通信电路的合适电压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 或者您无法清除U0108故障代码 那么剩下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 因为这将表明AFCM模块发生故障 为了正确安装 某些AFCM模块必须已编程或已针对车辆进行了校准